卓西排球運動協會7月29、30號舉行了第一屆的排球賽 吸引來自台東、屏東還有花蓮等隊伍來參加 排球協會去年成立將近兩年了 為了推廣鄉內的各項運動風氣 舉辦了這一場排球賽 分別有社會女子、男子及青壯年主 希望族人在假期間有良好的娛樂活動 也保持運動的好習慣 雙方來回扣殺讓場上熱血沸騰 這是卓西鄉排球運動協會辦理的第一屆 馬歇爾杯排球賽 吸引了來自台東、屏東、台北、花蓮等地隊伍來參賽 超過了300多位的選手 場上切磋球技 非常好 也感謝卓西鄉第一屆辦這麼大的比賽 那我們從台東過來 我們是紅石村的 我們來打球 因為我們的球員都是斜槓的球員 隊友的是田徑隊 有的是籃球隊 那也有小小朋友 我們希望說經由這次的比賽 能夠讓年輕人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在球場上學習經驗 排球協會去年成立將近兩年 為了推廣鄉內各項運動風氣 辦理第一屆的馬下杯排球賽 邀請了多位的貴賓共襄盛舉 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委谷仲 以及卓西鄉長田桂花等 都來球場上為球員加油 我們一定要有運動的精神 但是一定也要有運動家的注意安全 每一個人在這個球賽都能夠得到一個很好的名次 但是重點是一定都要平安順利 規劃最後祝福你們都能夠健健康康 今天又是好天 已經籌備一年多的馬下杯排球邀請賽 分別有社會女子 社會男子 青壯年組 理事長表示 這是第一屆的杯賽 希望這場排球賽 會變成全國原住民族排球的指標賽系 希望能夠透過排球 然後就是也順便推廣我們這個農特產品 結合地方的這個活動 這比賽的規模大概是28隊 28隊 比賽有來自隊員 我來自南部是屏東 然後北部有淡水桃園 都有報隊來參賽 排球場上不分男女老幼 一同切磋球技彼此交流 卓西排球協會表示 除了透過賽事舉辦方式 未來也會持續推展各項的健康運動 來促進全民運動風氣 記者高雙雙卓西鄉采訪報導